我们的粮食够吃吗 先说结论 这远远不断的进口 还是够吃的 有人肯定不服 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 你错了 我们是农民最多的大国 而不是农业大国 更不是产粮食的大国 不抬杠看数据 2019年7月份 开始的全国粮食库存大普查 大家是不是都在等着 足够全国人民吃一年的喜讯 可是到现在 2021年的9月 也没等到公布答案 如果你一定要问答案 那我告诉你是怕你吃撑着的 那么2020年全年累计 进口粮食是多少吨呢 海关总数的数据显示 1.4亿吨 同比增长了3117.5万吨 这些数字大家没有具体的概念 那么一吨粮食 大概能养活五个人 这是养活的标准 不是吃饱随意的标准 按照目前咱们中国人的生活要准 一吨粮食最多供应 三个人 进口1.4亿吨 大概就是4.2亿人的 粮食的公里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有点心慌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饭碗 都保不住了 是不是农民兄弟 太懒了 不肯干活呀 有个教授说 国家封土地给农民 是农民的福分 土地撂荒 是农民的失职 没有尽到 农民应该尽的义务 那么来 教授 咱们的算笔账 拿水稻来举例子 一亩地可以生产约 一千一百斤稻谷 一般的价格是 每一百斤 一百二十二块钱 总产值差不多是 一千三百四十二块钱 那么种植一亩水稻的成本是 种子一百块 鸡羹两百 农药化肥两百 总费用是五百块钱 一个农民种植一级水稻 需要多少天的工事 除草 离地 泡羊 蓬药 灌溉 施肥 排水 收割 晾塞 至少需要二十天 才能收产 按最低的工资标准计算 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 平均每天是五十块钱 二十天是一千块 那么最后一抹地 净收入是 负的一百五十八块钱 那些批评农民 不种地的教授和专家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的 要不你来种地 那肯定有杠精过来的 老徐你说了半天的废话 又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我告诉你 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 你去企图用农业化的思维 去解决问题 当然